大陆人爱吃小龙虾 据说在江苏举办的小龙虾节 四万多人共同品尝 一天之内就吃掉45顿的小龙虾 可见其受欢迎的程度 如今这道地的美味来到了高雄 就为在文山特区 今天开幕许多涛客早已经闻香而来 他做的麻辣小龙虾 第一让我觉得说 他所有的调味 还有所有吃起来的感觉 让我觉得是非常干净非常清爽 该辣的辣该咸的咸 该清甜的清甜 吃完之后口齿流香还会回甘 真的很难得 麻辣小龙虾做的很符合我们台湾人的口味 但是它也有川芋的风味 柠檬虾还有胡椒虾 然后很推荐的味噌汤的龙虾汤 很鲜美很好吃 非常棒 麻辣虾要好吃 除了口味药到底 小龙虾也要新鲜 而且卫生干净 非常的重要 我们这只虾是用波斯特龙虾的小制 他有养过这只虾的人都知道 他对水质的要求非常的高 我们尽量的就是用高品质的虾子去服务给大众 这是我们规划的占养殖 那占养殖的作用呢就是从养殖场带回来以后呢 我们在这边呢 占养殖就是要确保让客人吃到的都是鲜活的活风乱跳的活虾 这些虾的来源目前是主要是集中在屏东有几个养殖场 业者除了提供正宗道地口味的龙虾 而且种类繁多 至于要如何剥小龙虾 业者还会当场示范 我们的龙虾呢就有非常正宗的麻辣的滋味 还有一些比方说柠檬的口味 还有胡椒的香味 还有一些就是我们的味噌的龙虾汤 你一定可以吃到非常鲜甜的滋味 把它这样 把头拔掉 头拔掉 这个里面有虾膏 然后呢 再 你看哦 虾子其实你这样硬拨会受受伤 捏一下 然后呢 在旁边打开 慢慢的出来 就这样 原本店设在前镇地区 因应顾客的要求才把店开来这里 而爱吃正宗口味的韜客 不管店开到哪里就吃到哪里 像这位许小姐就是常客 平均一周上门两次 对这里的麻辣小龙虾更是赞不绝口 超好吃的 一定要来吃 它的汤头很甜 然后它的龙虾都是很大个的 里面的肉真的都是杂杂不绝的 这比中国的小龙虾还大个 然后本身我是湖南人 我很爱吃辣鱼 这个龙虾的话它很对味 最主要是它还加了麻 然后它的那个汤头跟花椒 其实都是很新鲜的 然后搭配它的小黄瓜都是非常的香甜 就是整个汤汁很回味 吃了还会想要再来的 让新闻记者高雄报导 我们下来的小龙虾 就越来越来越多了